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全球 在抗击德亿日法西斯的战争中 除去正面战场的硝烟 敌后也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无声斗争 来自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情报间谍人员 他们隐姓埋名 伪装成各种身份 暗杀、潜伏、窃听、色诱都在悄然发声 佐尔格 一、加入苏贡 1895年10月 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小镇上 他的父亲是位工程师 他的母亲是俄国人 当理查德三岁时全家迁往德国 定居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 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学 还在上高中期间 他就自愿报名参了军 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 先是在西线同法军作战 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 佐尔格的右腿被弹片击伤 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身体恢复以后 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三周后又负伤 但这次可中了 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 留下终身残疾 由于他作战勇敢 被提升为军事 并被授予二级铁石次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 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 在那儿 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 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 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 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 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佐尔格说 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 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 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 更谈不上他的深远意义了 佐尔格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他开始阅读德国和俄国 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 逐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中 1916年10月 佐尔格就读于 柏林大学经济系 他的计划是 除了学习外 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1918年元月 佐尔格正式退伍 而就读于基尔大学 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在基尔大学 佐尔格结识了科尔特格拉契教授 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 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在此同时 他从基尔搬到汉堡 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分 同时 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培养党的地方组织干部 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 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 煤矿工人 报纸编辑和记者等 他还作为地区代表 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 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 1923年下半年 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 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 两次与他见面 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 1924年4月 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法兰克福召开 苏联派了一个 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 及红军四局的成员 佐尔格再次与苏联共产党接触 这次见面 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 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 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员 经过几次谈话之后 四局的人说 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 就到莫斯科来吧 佐尔格欣然接受 佐尔格到了莫斯科 不久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 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 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 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 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接下来的几年 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 柏林 哥本哈根 斯德哥尔摩 斯堪蒂纳维亚 伦敦和莫斯科之间 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他与四局局长 比尔金将军成了知心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 苏联领导人决定 把情报 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 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 1929年11月 佐尔格被派到中国上海 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 寻找情报的来源 一面前行研究中国的事物 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 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佐尔格结识了 法兰克福日报 驻远东记者 著名美国左翼人士 埃格尼斯·史莫莱特女士 通过她 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 也正式通过她 佐尔格结识了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 驻华记者 精通中国事物的日本专家 大齐宝基 大齐曾是东京帝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 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 她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 以后她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卧底东京 启动间谍网 1932年下半年 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 比尔金有重要的任务要她去干 按佐尔格的说法 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 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 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回到莫斯科后 比尔金便把任务派给佐尔格 卧底东京 摸清日本的计划 然后回到柏林 为了逃避审查 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 史之从履历看来 他是从中国 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 同时 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 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 追究太多 1933年7月 一切准备就绪 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 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 登上了旅途 他先到法国港口色保 从那里乘船 经纽约到横滨 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 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 新任大使还没上任 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 并与使馆官员们建立了联系 一日 佐尔格又手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 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宇荣二的介绍信 登门拜访 天宇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 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 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 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 不久之后 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 克劳森和大齐陆续来到东京 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 大齐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 更重要的是 他的一位老同学是敬畏的私人秘书 而敬畏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 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公墓又德 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 公墓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 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 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 公墓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 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 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 之后他又提出申请 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 作为一个外国人 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 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 取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 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 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 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 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 他的信条是 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 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 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 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 在此之前 佐尔格给每日展望 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 在德国颇受重视 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 这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因此 大使在起草至柏林的报告前 同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 另一位给佐尔格帮上忙的 便是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相 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 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 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 拜访奥特 在这种情况下 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 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 风趣 开朗活跃而大方 又当过兵 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 这使他俩一见如故 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 这种友谊 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 负过伤 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 也参加过那次战争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 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 或者是关于日本刑事的精辟见解 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 增加了他的分量 由于他的帮助 奥特升了官 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 并从明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特在东京定居后 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 佐尔格与大使及史官武官的特殊关系 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 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近一层 1936年初 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 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 势力越来越大 他们提出 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 这一集团的行动 根据对大旗和公墓 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 他得出结论 青年军官集团 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 一切取决于 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 青年军官启示前夕 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 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 他决定向德国大使 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 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 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 未与重视 2月26日清晨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 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 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 则更高了 此后 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 更是言听计从 经过几年的准备 佐尔格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 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 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 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 迄今为止 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 尚未取得任何结果 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 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 赫得鸣顶大罪的奥特 无意中露出了这样一句话 德日之间的谈判 重新又开始了 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 但新任武官 却不再提这件事 同一天晚上 大旗通知佐尔格 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 也流传着 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 并为此而感到紧张 公募从日方那里 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旗和他的朋友 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 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 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 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四月 五月 六月 飞逝而过 期间佐尔格只收到大旗的报告 1936年四月 日本驻德国大使 同德国外交部 就签订同盟条约仪式 举行过多次谈判 因日方不愿 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 故谈判困难重重 此后 无论从奥特 还是从大使那里 都捕捉不到 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 很可能 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 佐尔格因为无法获得 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 而忧心忡忡 然而不久 奥特给佐尔格带来了好消息 一天 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 大使和他本人 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 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 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 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 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奥特让他帮忙 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 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 奥特感到很烦恼 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 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 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 但总的来说 谈判仍在进行当中 结果尚不知晓 后来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 哈克来到东京 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 秘密来到东京的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遇到哈克 哈克曾经与佐尔格在飞机上相识 于是与奥特一起 他们三人便去东京一家 著名的大饭店喝酒酗酒 从这个偶然的相遇中 佐尔格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 谈判正在进展 并最终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希特勒准备和日本共同攻击苏联 哈克此行是来日本制造气氛的 以便早日结成德日同盟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 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 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 敬畏决出任日本首相后 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 作为他的智囊团 特邀大齐参加 大齐成了敬畏的密友和谋士 这样大齐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 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 从此 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 佐尔格根据大齐所获情报的分析得出结论 近期内 日本不会对苏作战 但他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 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 卢沟桥事件爆发 7月10日 日本首相禁卫 陆向珊珊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 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所以他问大使 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禁卫 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 电文中提到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 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 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 德国外交部宣称 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 由于两国意见不同 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 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 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 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 陆向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 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 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 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 但实际上 近期内 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谍报史上的杰作 佐尔格努力促成奥特的升迁 以利于他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 柏林来电 提升尤军奥特为少将 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 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 出使伦敦 此后 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 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 现在 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 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 有时干脆把材料 带回自己的办公室拍照 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 欧战爆发后 佐尔格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编成新闻简报 此外 他还编新闻通报 分发给日本的报刊 1940年 佐尔格终于加入了 纳粹党记者协会 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 在此之前 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 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速成 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德义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 已在东京签署 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 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苏联处在父辈受敌的恐惧之中 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特大使也不知道其行动计划 好运还是伴随着佐尔格的 一位从柏林来的信使给出了答案 这位信使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 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 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 信使耸了耸肩说道 管他有什么反应呢 反正元首已在七月会议上 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1940年11月18日 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 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 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通过与大使馆的关系 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 佐尔格经过仔细分析 最终发现 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 都是虚假的 而且三个月前 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级团军 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 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 在苏联边境地区 已集结了八十个德国士 德国打算沿哈尔克夫 莫斯科 列宁格勒一线挺进 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 佐尔格又向莫斯科发出如下密电 德国已集中了九个集团军 共150个师 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 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 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 开始警示顺便提到 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 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 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攻势已经完成等等 风声日进 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 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 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 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 日本特种部队的暴武员们 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 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 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 而惶惶不安 安装着无线电侧向仪的汽车 到处巡回搜索 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 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 曾到使馆拜访过他 佐尔格深知 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 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 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他认为 个人的生命 同千百万人的生命 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必须加快行动 5月下旬 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 经过与特使谈话 佐尔格发现 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 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 利用苏联战俘 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 希特勒确信 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 因为对应战争一旦爆发 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 只有进攻苏联 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 德国总参谋部 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 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 有关德苏战争 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 一切已准备就绪 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 德军170到190个师 已聚集在东线 以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 红军将崩溃 苏维埃政权将在两个月内瓦解 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 祖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 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 这事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 非反德国 发出电报后 祖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 这时已是东方欲小了 在寓所门口 他突然看到了大齐 大齐直接来寓所找他 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 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大齐脸色苍白地告诉他 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 正式通知日本 6月22日 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 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 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 对此 日本大使宣称 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 他不能做出任何允诺 祖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 立即跳上车 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 急促地对他说 快发报 快发报 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集电发出后 祖尔格及其战友们 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赴电 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 军事上做出相应的反应 他们全都明白 这个情报的重要性 然而 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 不作答复 祖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 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 又口授克劳森 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 再次重复 170个师组成的 德国9个集团军 将于6月22日 不宣而战 向边境 发动进攻 莫斯科 终于给他们 拍来了一个 无限电报 表示感谢 这是很不寻常的 但电文中 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 这令祖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 星期日 德国法西斯 背信弃议 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不宣而战 悍然发动 对苏战争 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祖尔格向莫斯科 口授了一封电文 至此困难之际 请向你们表示 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我们全体人员 将在这里 坚持完成 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 祖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 事先提出警告 使他的小组做出的最大贡献 他可能挽救了 整个苏联的命运 这无疑是谍报史上 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苏联陷于两难处境 一方面 他们要抵御 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 同时又担心 日本在远东地区 发动对苏战争 导致父辈受敌的局面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 6月26日 他们电告祖尔格 告诉我们 日本政府做出的 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 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 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 以及有关日本军队 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的三个月里 祖尔格和大旗一连好几个星期 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 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 军队的数目 驻扎地点 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 逐条加以核实 勾画出一张草图 由艺术家公墓描绘制成 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 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